大家好,我是阿兴 现在到自己的蚝场了 年尾春节提前自己杀一些蚝干 都是自己养生蚝 现在就弄一些鱼排了 现在就开始弄了 整理一串 现在个头挺大的 不要浪费 十八公斤 像这个一串就是一二十斤的 很沉的 这个生蚝割回来 差不多有个一百斤左右 然后一尾就取肉 煮的时候取肉 然后晒成蚝干 你看了 个头都很大 超大的 现在开始开肉了 起一下肉 水煮一下 就可以开晒了 你看这么的肥 个头都很大 这些个头都是烧烤级别的 很大的 忙了一早上 终于把这些开完了 这些肉 取好了 然后洗一下 一会下锅 煮一下 煮熟了 就可以晒了 然后晒干了 然后那个 春节 可以当零食 也可以下火锅 可以煲汤 然后现在开煮了 开始煮了 好 好了 大锅 满满的一大锅 然后就 让大法煮熟了 就可以晒了 煮熟了 它把锅小了 然后把它捞上来 就可以直接就晒好干了 在这边缝合热热的 就在这里晒了 直接倒进去就开晒了 直接倒进去就开晒了 烫 还很烫熟 现在特别好吃的 生蚝干 也可以炖汤 等晒好了 也可以炖汤 用别的 也可以当零食 看一下 晒了两三天了 三天 基本上三天 那个 蚝干就晒成品了 在这边 晒 在这下面晒 这个环境特别好 然后阳光又充足 你看 金黄金黄的 特别漂亮 然后 现在就这样 就可以开吃了 很好吃的 干度十足 特别好 现晒的就是这样 新鲜 视频就这样了 喜欢的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去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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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